下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隔离 我已经用的完完全全没有了 一点都挤不出来了 完全没有 哎呀 又出来一点 看到了吗 这个牌子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就是还是挺贵夫的一个牌子的 然后我是看我的化妆老师用 我觉得它上脸效果 哇惊艳我就马上去买了它 它你看它的质地是这个样子 然后给大家推开 只有这一点了 它是发杏色的 涂开以后你会觉得 它很像慕斯的一个状态 上脸之后可以把你的毛孔填满了 会有一个调整肤色的一个功效 最重要的是它的 它上脸了之后 你会感觉不会跟后续的粉底打架 它这个隔离 有些隔离是会打架 但这个我试了很多款都不会打架 然后你会感觉脸很 很顺滑 就是摸上去软软的柔柔的 然后毛孔也被填平了 它的防晒是SPF30 然后PA++++三个加 说是一款可以抵御PM2.5的一个隔离 就是说除了柜 没有其他可以挑剔的一个地方 然后控油很好 保湿效果也很好 保湿效果我是真 因为我是干皮 但控油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就要交给油皮去体验一下 我至少干皮 我会觉得它还是挺保湿的 然后颜色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如果比如说皮肤 像我有的时候不化妆的话 也会涂一个这个 它帮你就是提到一个保护膜 然后还有润色的效果 皮肤就看上去比较透透的 比你唇素会好看很多 它是那种性色嘛 上脸也不会让你 你觉得会死白怎么怎么样 完全不会就跟你的皮肤融合到一起 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这个 这个 还有就是这个 这个是跟这个是一家的 它是一个精油 其实它也没有用到说完全的空瓶 是因为我这瓶感觉 我觉得已经用到过期了 用了很久了 至少有一年多 它就是因为太久 打开太久又没有用完 所以它有点氧化 那个味道很奇怪 但我不舍得把它扔掉 我就现在最近每天都开始把它涂在 涂在那种腿上啊 胳膊上涂在身上 脸上我就不用了 脸上我最近换了一个新的 下次给你们介绍 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瓶盖和这个已经分开了 它 它不是那种非常油的 它滴上去的话 流动性也很好 你们看到没 就是流动性非常好 不会让你觉得哇油到不行了 为什么我会买精油呢 因为我觉得冬天我非常干 所以精油的话会让你的脸看上去没有那么干 上后续的粉底啊之类的都会感觉很好 它现在真的是除了味道之后之外的话 别的我都非常满意 用在腿上我都觉得很奢侈 但是它性价比还挺高的 我记得我买的时候啊五六百块钱吧 这个一罐而且这种精油我觉得也不是特别费你每天用在你的面刷啊或者脸上也就一滴就够了把它乳化开就可以了 所以还是挺挺省的 大家如果你们有需要精油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试一下 因为我也是做了功课之后才买的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个精油 推荐给大家 就是这个 卸妆水我之前也推荐过无数次 首先它卸的非常干净 而且它就是一个很好用的护 卸妆水 卸妆水你觉得它需要什么吗 它不需要什么 它只要需要把你的妆卸的干净 不伤害你的皮肤 让你觉得很清爽 就够了嘛 我觉得这三点它都有做到 然后性价比又很高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它这个设计很好 就像美甲那个一按一按一按 你不用来回家倒倒倒 这个瓶子我会一直留着 留到天荒地老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洗头的 这个洗头的是我在 就是我做功课 也不是做功课 反正就在网上看到的 感觉颜值很高 我同时的还买了一个 它配套的一个护发素 就是它们是一套 但是每次我都洗头都用完了 护发素还有半瓶 我打算再重新购入一个 这个首先 我跟大家说一下 味道非常好闻 但是它好像还有别的颜色 那我买的就是这个白色的 它是牛油果 氨基酸 无硅油洗护 然后弱酸性 无矿 无矿无油 还有就是反正 很温和对头发 味道非常好闻 我的使用感是 它洗完之后 搭配它后发素 非常柔顺 你会感觉那个头发 就是 放个瘦子 像那个广告一样 就掉下来了 洗的也很干净 它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非常喜欢头发上香香的 有很多洗发水是洗完 当下洗的时候 很香 但是洗完干了之后 没过多久 它就没有味道了 但这个不会 这个会留香时间很久 就如果大家喜欢头发 喜欢头发香香的 精致女孩们 一定要用这个 这个性价比也很高 好像两瓶也就 两百块钱 一百块钱 反正性价比很高的一个 真的可以试一下 我已经用到 啥都没有了 但是我护发素 还有差不多半瓶 我打算再去买 买一瓶搭配的 那个护发素使用 但是我看到 网上还有卖那种 樱花味的 我有点犹豫 但我是用洗发水 就像湿的人 所以我应该会买很多 我试过非常多的洗发水 这个是我 最近用下来 觉得非常好的一款 大家真的可以试试 这个不是广告 这个是真心推荐 我今天 所有的空瓶 都是 我的真心推荐 因为我是一个 非常没有耐心的人 我很多东西就是 买的用了 觉得不好用 好吧 算了 那我就不用了 我就换新的 我就会把 我用剩下的 给到我妈妈 我妈妈就一般都会去 试用 这个 但她就觉得 我不能浪费 她就把我 不用了 她就都用了 我觉得这样 对我妈妈特别不公平 绕回来 总之就是 如果我用空瓶了 说明这个东西 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所以大家以上东西 如果你是干皮 跟我一样 比较敏感的话 真的可以都去试试 因为真的很好用 好吧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哦对了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用的 或者想要试的 但你们又觉得怕 踩雷 可以交给我 我可以帮你们试一下 因为我还是挺喜欢 这种尝试新的东西 说不定哪天就 哦突然发现一个非常 打个歌 非常惊喜的东西 那我们 又打一个歌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